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定要为高雄加油 我用断两根肋骨 被暴力政党殴打断骨 换来和平 是值得的 那现在的状况 还比马云间的包含这个政界辩论 跟讲政界其实时间蛮久的 现在状况还比较有讲台 所以我应该会撑住 撑住那讲台 那你看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宣传自己 被暴力政党打断我两根肋骨 我觉得我跟所有老百姓一样 很多事情我们都默默的承受 我们也被政党所夹杀 然后我们也没有高层的 这些势力 所以我的弱势 跟我被打压 跟我被政党的这种压缩歧视 跟这种霸凌 高雄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只要我有一口气在的一天 我断的肋骨可以更强壮 一定要为老百姓 征回高雄的一个机会 一个生存 高雄现在就是求生存的问题 高雄这样是处理的 不要加雾 我认为老百姓 他们也有一点 以后看那个压缺的 股票里面 不